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中华文化的缅怀祖先的一个精神 所以后代子孙一定要来拜我们的祖先 来拜祖先 第一个我们先拜后土 然后再来拜祖先 这代表尊重 拜祖先的时候 通常我们是早上的五点 到下午的三点就可以了 因为假如超过三点之后 阴气比较盛 就不是很理想了 那我们在拜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孕妇最好不要到扫墓 因为很容易跌倒 或者人家放炮会惊吓到 因为他的气场比较弱 会影响到胎儿 所以我们不建议你孕妇来拜 第二个我们不要穿大红大纸的衣服 或者黑色的衣服 这个是对仙人的不尊敬 这个要特别注意 第三个我们要注意 女性有夜经期间最好不要来扫墓 在扫墓的时候 经过的地方不要踩到人家的墳墓 这样的话比较容易出事情 那我们要在这个墓的地方要拍照的时候可以 要先跟祖先讲一讲 所以你要拍照了 在扫墓期间不要在这个墓碑的前面 在那边嬉戏玩耍 这样对仙人很不尊重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 另外这个红木中要注意 特别是墓碑 他假如他的这个油气掉落的话 你一定要补上去 就往生的我们补金色的补青色的 但是假如说你的油气弱了 你都没有补的话 代表你的运气家印是退掉的 你的这个家族运是不好的 要注意一下 各位朋友 清明节非常的重要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重这个清明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生姬风水 我们怎么样让种生姬 让你开印旺财 生姬是我们中国千年不传的风水秘书 他透过我们的生姬七宝 那生姬因为要选择好的地点 这前面的生姬都已经做完了 每一个做了生姬的人 感应都非常好 那后面的能量更强 因为来龙是从泰国几千公里的一个能量下来 后山非常的饱满 所以这个新的龙龟生姬岩 它的能量很强 有带有带有缘人来种生姬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左边 左边是有十八罗汉 还有八卦水池观音 龙边有水 龙边有这个神十八罗汉 跟观音来附池 而且是能够动的 龙动贵人就忘 那我们再看前方 龙龟的前面 就是明堂宽阔 明堂宽阔 龙万马 明堂就让我们的事业非常的顺利 可以做很大的事业 所以明堂非常好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右边 右边白虎非常祥和 而且环抱友情 就代表兄弟姐妹之间感情很好 贵人有帮助力 那我们再看它的后方 后方 这个是属于平阳落脉 很显然的 这个后山饱满 非常的能量非常强 然后脉从下方落下来之后 都积极在这个区块 所以种生姬在这边是非常好的 生姬显对位置 配合风水老师的专业 相信让主事者都能够 福祖都能够生意兴隆 财引广进 福寿绵长 健康平安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